高雄市的城中城大樓发生严重的火警意外 死伤人数众多 那么今天上午高雄市长陈其迈是再度前往殡仪馆致役 针对短时间之内各界涌入的大笔善款 他也频频致谢 带您来听听稍早的说法 善款的部分累计到昨天 那总共有今天早上9点 抱歉 总共有7050笔 那善款总计有18227万元 我们会有一个包括抚恤跟这个整个住民安置的相关的计划 那长期当然居住权当然是还是要由社会住宅 因为我们这个民众都是属于比较弱势的民众 好可以听到呢 目前各界涌入的善款已经累积了1亿8千多万 大家的爱心呢 市府强调会妥善的运用在灾民身上 目前市府已经先将他们安置 但是后续长期的居住 可能还要需要透过社会住宅才能够解决